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俩一起来带领大家来分析2020年的色彩时尚搭配与如何去把流行色流行趋势get到你的时尚穿搭中选 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您能够更好的去打造自己的形象 让您成为自己的设计师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时尚之门 当然今天我们是蒂可诺依推出的一个首场直播 也是三八女神节 所以我们借助于这个直播我们希望给大家送出我们节日的礼物 在参与我们互动的直播过程中 我们会送出万年的大礼 详细我们会后台的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您也可以通过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过程中来 好 今天首先我为大家来分享2020年的一个流行色 2020年的第一大流行色就是一个婴儿蓝 这个婴儿蓝的来历就是我们关于的一个环保 环保一直是我们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 海洋每年给了海洋给了我们生命 而我们人类却给了它太多的塑料 而我们对于海洋的一个呵护和探索还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像婴儿呵护婴儿般的去呵护海洋 所以2020年春夏流行气势定为第一大流行色 就定为一个海洋的一个婴儿蓝 各大设计师在2020年春夏中 把这个颜色和一个海洋环保都带到了我们的设计师 梯台上 以时装的形式追求着没有塑料的一个海洋 归还于海洋最初的一个纯镜 清性柔和的蓝色贯穿了我们整个的春夏季 设计师们把这个颜色运用的零零尽致 搭配上选择印象派的一个绿色或者一个沉浸的白色 色彩比例上面通过亮色与暗色之间的相互交叉 然后营造出对抗生命的一个新的人类与海洋的一个平衡关系 这个颜色今年是2020年的春夏的一个主题色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颜色呢 流行色呢 就是一个向阳黄 2020年 疫情的到来让我们都意识到运动的重要性 尤其是健康 才是我们保持时尚的第一动力 2020年的一个春夏秀场上面 带着时尚的色彩的运动单品 也是非常的多 呼应着人们在追求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充满活力的一个向阳黄 在新一季呢 拥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各大品牌把一个向阳黄的一个颜色 运用到了休闲以及时尚的各个单品中 现在非常有着气 是 现在非常有着气 陈地着我们轻运动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时尚主张 上阳黄呢 有那个 我们在 单品的搭配中 我们主要跟进行了主色的搭配 辅色呢 我们选择了一些 各大设计师都选择一些蓝绿色 来展示一个生动活力的一个新气象 一个时尚的一个休闲单品 也日渐成为了时尚的新趋势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流行色 就是一个超级粉 网络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是共同成长的 尤其是在2020年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所有的线下都转为了线上 所以网络的发展是 以及一个智能的3D技术 然后是成为了我们日常的 所有不可分离的一大块 所以今年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 跟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是紧密相关的 那最强的颜色就是超级粉 硬色的网红平台上面的一个代表色 闪耀着我们先锋霓虹的一个气息 所以这个是我们2020年的一个时尚上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流行色 就是一个超级粉 超级粉的这个单品 我们2020年各大设计师呢 他运用到了夹克的套装 以及硬粒色的一个色彩色调 各造非常奇妙与和谐 结构感科技感成为了我们设计的一个关键词 今年的各大品牌在单品上面 比如说配饰上面 用这个色也是用的非常的多 我们应该在平时的 我们在晃气的过程中有看到好多 所以说等于把传统我们对粉色的印象 应该是很柔美的 那现在就变得酷了 炫了 它的饱和度是颜色的饱和度做得更高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流行色 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一个断食绿 为什么会把这个颜色作为一个流行色呢 那我们这还是跟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紧一关联的 因为任何的行业的发展 都是建立在工艺化经济的基称 新的技术推动着时尚生活的不断向前 在工业感中带着人的时尚感 2020年春夏的趋势带有情绪的工业风 成为了我们时尚的热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们沉重的一个断食绿 成为一个为主加入了浅色灰白的调为点缀 更好的诠释了清冷风的一个工业感受 所以这是我刚刚给大家分享的2020年的春夏的一个流行色 所谓的流行色就是流行的风镖箱 掌握了流行色的风陀 然后就能够吸引潮流的方向 流行色的服装的面料款式等构成的 共同构成的一个服装美 所谓时尚搭配就是各种美构造的一个和谐 那刚才通过我给大家分享的四个颜色 就您更喜欢哪一个颜色 我可能比较习惯断食绿吧 因为可能是比较深的颜色 但是心里有在想要来挑战超级粉 断食绿是一个比较 当今比较就是一个沉稳的一个颜色 也是一个很难驾议的颜色 能驾议它的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气场 在事业上面也是非常有成就的 女性才能驾议这个颜色 所以你是说我挑到选到最困难的颜色 对 那作为我本人来说 我还是喜欢一个婴儿蓝 因为这个颜色相对来说 我就觉得在春夏流行色里面 第一我比较能去驾议它 第二比较能够就是很好的去搭配 就在时尚来讲是容易搭配的一个色彩 对 好这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2020年的春夏流行色四个颜色 您记住了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那个 就来给大家分享 家具的2020年的一个时尚色彩的一个 时尚色 OK 交给你 所以说换我来跟大家聊聊 时尚与家具室内设计的关联吧 这几年大概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一些高端的奢侈品牌 进驻跨足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里面 所以说举凡你到家具店啦 或者去瓷砖店啦 或者墙纸店啦 你往往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 所以说假如大家现在对了时尚流行 你很注意的话 你大概也就可以了解到说 现在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在流行些什么色彩 对 那所以说现在要去了解 家具设计的色彩 跟时尚流行的色彩 你就变得容易一点了 你可以从时尚中去寻找 那今天我也是除了Quincy刚刚跟大家介绍的 机款2020年最流行的时尚色彩 我想说跟大家聊聊 把它怎么放进到我们的2020年时尚的家具色彩里面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首先的话我想跟大家来聊聊 第一个颜色 我想跟大家来聊聊 就是薄荷绿 那薄荷绿色也是 就是刚刚Quincy有谈到的 现在大家全面吹起环保风 那全面吹起环保风的话 就是大家会响应要更保护大自然 那第一个想到的就会去森林绿色 对不对 这个颜色很漂亮 对 少一点去砍我们的树木 维护我们森林的一些资源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薄荷绿呢 就是相对刚刚Quincy有介绍到的断食绿 其实它是同一个色彩的 它也是一个色系 对对它是同一个色系 但是只是在家居生活里面 我们要让家居显得更加 它就是说宁静舒服清爽一些 所以我们在断食绿里面加入了大量的白色 所以它就会是我现在提到的薄荷绿 因为它颜色变浅了 然后明度变高了 那也会觉得舒服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 会带给你有一丝薄薄的清清凉凉薄荷感 那在搭配的运用上的话 薄荷绿我们可以搭配一些白色或米色 来做它的副色 所以说一般我在做设计 我都会告诉我的客户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强色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副色 就是一个次主要色 主色跟副色 对 那如果说我们主色用的是薄荷绿 我们副色可以用白色或者米色 来相间相融 然后就是让它去缓冲互相应成 那你不会觉得整间如果都是薄荷绿 那也会是太压抑的 对 所以说虽然说这是今年在流行 但是也不要整间收到薄荷绿 我们整个房间就七层薄荷绿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太压抑 然后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聊聊 第二个今年流行的色彩 是蓝色调的清水蓝 我们称它清水蓝 怎么说呢 取代了像去年流行的那些电光蓝 电光蓝 对 很强烈的感觉 或者说马卡龙的比较可爱的蓝 对 今年的话今年的清水蓝 就多了一分宁静舒适感 其实清水蓝应该跟我刚才分享的婴儿蓝 它是一个色系 对 已经非常的接近 对 只是清水蓝呢 它更加有一点点灰色调在里面 对 它加入了就是说大量的灰调 是 去让它整个空间可以显得宁静 对 因为比如说刚刚Quincy介绍的婴儿蓝 它适合穿在我们的身上 是 可是我们把它 在家居里面可能会浅了一点 对 那推到家居里我们希望让它能更稳定一点 稳重一点 对 所以说我们就加了一些灰调 是 那去提高这个清水蓝在空间给人的舒服宁静 然后感觉 然后当然这也是一样反映到了就是环保 无缩海岸的那个概念 对 所以在家居我们叫它清水蓝 那这个如果说在搭配的话 清水蓝怎么搭配呢 我们可以用白色也是做它的副色 那木座部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用深色的木色 比如说深色的木头色的一些木座或家居 但是我们里面搭配了一些清水蓝的主色 然后再用白色来当作它的副色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觉得说清水蓝过度 那适时的点缀 然后会觉得让它感觉清新自然 然后它优远的气息也容易释放出来 那又脱离了传统的古板老套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跟大家介绍的清水蓝 那第三个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黑胶纶子 那黑胶纶子跟刚刚Quinstein介绍的超级粉 哦 这个颜色 对 它都是红色调里面的色彩 它是一个色系 对 但是不一样的是刚刚在时尚里面的超级粉 可以很酷炫 但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把这些色彩运用到我们的家居环境中 我们希望它有多一份舒适感跟宁静感 但是黑胶纶子我们是在等于在紫色调里面 我们就加重了 加浓了 所以这个颜色是非常浓郁了 那浓郁里面就带一点知性的感觉 所以说有些职场的女性也许她会喜欢这个颜色 对 就平常你如果用灌了黑灰白 你想换一点点色彩 换一种心情 这个黑胶纶色也许是您可以尝试的选择 因为它除了说浓郁以外 它也有一点点浪漫的情怀 但是它又不会 带一点点冷 对 对 它又带一点点冷的感觉 那所以说这些整个空间的贵族感 它可以是呈现出来的 那当然在黑胶纶子的话 像刚才清水栏我会介绍大家 也许在室内家居里面的木头木座 是使用深色的木座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黑胶纶子 我可能会建议大家用浅木色 浅木头色 然后加上白色做它的基本色负色 然后黑胶纶子做成重点色 在家具沙发上 对 比如说家里有一把很现代简约的贵妃她 但虽然说贵妃她是现代风格的贵妃她 对不对 那或者有一面主墙是黑胶纶子 对 那其他的副的墙面就全部是白色 对 那加上一些浅木头色的木座 那这样子你会觉得来讲它会升天了一分高贵大气的感觉 对 你不会觉得那么淡定 那再下来的话跟大家介绍下一个颜色 就是甜蜜蜜的一个颜色 很浪漫的一个颜色 那什么是甜蜜蜜的颜色呢 就是哈蜜瓜蜜瓜的橙色 那蜜瓜的橙色一般我们会想说 它比橘成橘黄又浅了一点 对 也是一样加入了大量的白 让它颜色的鲜艳度去降低的彩度 对 那提高的明度 让它觉得很明亮 但是你就不会觉得它太艳丽 那同时容易看得腻 对不对 它就不会让你有容易有视觉疲劳的感觉 那蜜瓜橙一般大家会觉得 哇这个颜色用在家具可以用在哪里呢 我倒是觉得如果说有一些女孩 年轻女孩 大学生高中生 如果说你习惯了传统 我们好像觉得南韩女孩 都应该是用浅蓝色粉红色的色调 我觉得你想换换心情 我们可以用用这个蜜瓜橙 你会觉得一样年轻有着气 其实可以在一些软章式上面 可以用一些这些 对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根据天气的一些 季节去运用这个时尚色 对 那你相对就会觉得说 你脱离的传统 它给人家的感觉既定就是说 年轻应该是什么颜色 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就是可以让我们觉得说 很自然 那给人家一种很朝气很快乐的活泼感 那当然如果说像 把蜜瓜橙这个颜色用到 如果说我们想要 固定的家具上面 对 我们想要说让它显得大气一点 如果说用到客厅来了 我们怎么用 会不会觉得它就不适合 我刚刚提到说 这个颜色可以给女孩用 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又不适合客厅了呢 也不会的 只要说你相间 就是说把这个颜色搭配得好 就是蜜瓜橙色 我们也可以相配在比如说在米色调的墙面 然后有蜜瓜橙的家具 对那所以中间程度像胡桃木色的家具的木座 那我们可以搭配一点点石绿色 那这样子蜜瓜橙加上石绿色相间的一些 就是说重点的家具 你也会觉得这个空间会显得比较大气的 然后轻奢的感觉也会就扑面而来 对 它颜色又没那么浮躁 但是还挺能够压得住的 对 那如果说木座像我刚才说的 你如果说加了一些胡桃木的颜色 那但是你还可以搭配一些金属家具 哦 是 那这时候的蜜瓜橙 就不是我刚刚一开始说的甜蜜蜜了 哦 那个清奢 奢华的 时尚 对 时尚 然后又比较稳重的颜色 对 那个气场就出来了 对 所以说蜜瓜橙可以很甜蜜 但是它也可以是很有气场的 那有兴趣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颜色是不是用在你们家 但是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有一点点张牙 对 对 比较不一样 一般用在家居设计比较少人会用这个颜色 然后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来介绍是古金黄色 什么是古金黄 古金黄就是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古埃及国家 它的那种金黄色 就是那种富丽堂皇的高贵感 然后古金黄会给人家一种神秘感 那跟您刚才提到的说 像阳皇 它不一样的是像阳皇它显得朝气 对 它是运用在运动红上面 对 但是就是在比古金黄这个上面浅了好几层 所以它延伸出了一个像阳皇 对 所以在服饰上时尚上我们今年流行是像阳皇 但是在家居设计我们今年流行的皇就会是让它的财度再提高一点 然后让它的明度也稍微再降低一点 就会变成让它更金黄一点更奢华一点就会变成是古金黄 那也让它更稳重一些 是的 对 那古金黄大家想说哇这么华丽的颜色会不会很土豪啊 其实要看你怎么搭配 对 像今年流行大家去逛逛家具店 你可以看到很多黄铜色的家具 对 或者玫瑰金的这些家具 对 那比如说我们把今年黄铜色的一些灯具 然后选择一些黄铜色的金属的家具配件 对 或者黄色的地毯 但是这些黄需要里面有一些金属感的黄 对 就有一点点金色古金的黄 它的利用的面积不会太大 对 只是一个点缀 但是它点缀的应该说不是突然的一个颜色 一个黄铜色在那里 应该很多的东西它在衔接上面配合的特别好 对 对 它需要有个过度 所以说这些颜色在运用 就变成说是一个重点颜色的搭配穿搭 那这样子的穿插进来的话 你的古金黄 你会显得就会变得说非常的奢华 然后非常的华丽感 但是不会显得土豪 因为我们现在要好我们不要土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那个土气拿掉 是 那如果说你是希望说自己的家居里面是比较豪华一点的感觉 怎么样把这种土气转为我是有品味的一种奢华 对 对 那所以说古金黄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颜色您可以选择 是 对 特别如果说你的房子是比较大的房子 就也蛮适合的 来这么做 然后当然它运用在青奢风里面也可以用 那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黄铜色的家具 对对 那也一样可以是米色跟米灰色的附色 对 那这样子再搭配它的话 你会觉得 哦 然后这个古金黄就变得更有层次了 就是像Quincy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把土气都拿掉了 是 我们只把它高贵 对对 把它的神秘感留住 是 然后像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几个颜色 大家还记得吗 那 我跟大家就重复提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了薄荷绿 清水蓝 就是黑加仑子 对 然后还蜜瓜橙 然后最后一个是古金黄 然后Quincy 这几个颜色里面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 我还是坚持我一贯来的颜色的喜好 我比较喜欢清水蓝 但是这个清水蓝呢 如果是我在选择上面 我可能会让它稍微加剩一点点 那相对来说也比较能够就是更好的去搭配 然后当然这种颜色我不会用在大面积上面 我可能会更多的运用在软装饰上面 对 比如靠垫啊 地毯啊 然后我们家居的那个装饰品上面啊 所以我会选择这样的颜色多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永久不衰的一个流行色 对 所以果然是时尚达人 谢谢 所以说对室内设计的色彩也很有自己的看法的 但是不管说我们喜欢哪一个颜色 这五个颜色是提供大家做参考 只要你们用对了 你就是非常有品味的 对 对 没错 所以说不一定说颜色没有好坏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选什么颜色 最主要是适合你 嗯 你觉得舒服 是 对 那我们如果搭配一点点流行趋势在里面 你就会变成一个潮人 是 不管在你的时尚服饰里面 或者说在你的家居设计里面 对 对 对 哇 Joy给我们分享了这么专业的一个流行色 在家居上面的应用 那我今天也是真是学到了 非常的专业 那我们刚才我和Joy都讲到了2020年的一个流行色 那大家知道了这个流行色 我们该怎么样去把这个流行色运用到我们平时的穿搭 以及我们家居的那个日常使用中呢 那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时尚搭配的流行色的一个秘密 嗯 拭目以待 对 其实我们的颜色分为三个色系 Joy你知道哪三个色系吗 哪三个色系 我们要听你为我们讲解 其实我们在这个服装的专业领域上面 我们一般在设计的时候都把颜色分为三个色系 一个是暖色系 一个是冷色系 还有一个中性色系 嗯哼 那暖色系是哪些颜色分为暖色系呢 我们一般是红黄蝉 这三个色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暖色系 然后暖色系呢 那是由我们太阳颜色延伸出来的一个颜色 所以给人也热烈兴奋温暖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颜色喜欢的人群呢 她会她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张扬活泼开朗 嗯哼 嗯哼 所以这是暖色系 嗯哼 那就是给人一种暗静沉纹 比较理性的一个感觉 嗯哼 所以 嗯哼 这是冷色系 那什么是中性色系呢 中性色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黑白灰 金银 其实它都属于一个中性色 那中性色呢 也是 呃 最能够去 嗯 就是跟任何色去去搭配 以及起到一个调和的一个作用 啊 然后中性色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比较轻松 沉稳和安逸的 嗯哼 所以 呃 我觉得每位女士 包括男士 更多的衣柜里面更多的颜色 应该是中性色 嗯哼 对 也是我最爱的设置 哈哈哈 是啊 那我们如何去把这个 呃 每个的这个颜色 去把它去搭配好呢 那我们有一个 就是在搭配过程中有一个可觉 呃 中性色是可以去跟任何色去get的颜色 嗯哼 当你今天穿到暖色是暖色的那个 呃色系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结合着中性色里面的白色 来去跟它去做搭配 那我们稍稍的就把这个暖色降临 就是把这个颜色的饱和度 让它沉稳住 嗯哼 这样子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呃 比较有高级感的一个造型 嗯哼 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身的 呃 大红色 那套装 那我可以里面搭配一个白色 嗯哼 既活泼又沉稳 又比较能够有这种 营造出这种时尚感 嗯哼 呃 冷色系呢 我们可以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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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性色里面的 比如说黑 呃 白 然后呃 呃 包括我们呃 其实冷色系 它可以跟暖色来做一个 互冲的一个颜色的 一个搭配 就是冲撞色 对冲撞色 但是如果说它跟中性色来搭配的话 它的颜色相当于能够驾驭的人会很多 嗯哼 如果说它跟那个暖色系去做一个互冲的一个 对对状的一个颜色搭配 那我们就要记住 如果说你是吸引一个冷色色调的一个 呃 呃 一个个性的一个穿搭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呃 呃 壮色的上面要记住 冷色为主 OK 暖色为主 OK 所以还得依据你的个性 是 你不能说呃 呃 有暖色和冷色 两个 两个颜色 然后同比例 或者是 或者是比较凌乱 那这个颜色我相信是 很多人都驾驭不了的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 对 很专业的建议 是 然后呃 中性色 中性色呢 其实搭配起来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2020年以及2019年的时候 我们各大设计师以及各大品牌 在做陈列搭配的时候 更注重了一个铜色系的搭配 铜色系 比如说我里面今天穿的是 一个鸵色的内搭 那我外套也是铜色 这样穿起来也非常的有高级感 然后也很容易去驾驭它 它不会挑人 对 更容易就是尤其是东装里面 大衣和你的内搭 包括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套装的西服 外加一个铜色系的大衣 对 就是走铜色铜质感的 对 非常的高级感 当然在中心色里面 我相信所有人用的最多的 就是一个黑白 黑白这两个色 因为是经典色 然后也是平时在我们在穿搭过程中 比较利用率是最高的 我本人就是这样子 我也是 我衣服里面基本上黑色 黑色和白色是最多的 占大多数 对对对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黑白色 能够穿出一个高级感和时尚感呢 那今天呢我就在这个颜色搭配里面 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黑白色 我们如果搭配住经典和高级 首先呢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要加入有设计感 无论你今天穿的是一身黑还是一身白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您的外套也好 还是您的整套的搭配也好 一定要有设计感 就比如说今天虽然我这身衣服是一个 就是就是一个套装 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加入了这个这个的一个一个蝴蝶结 那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这个蝴蝶结它是可以拿掉的 那如果说您觉得太张扬了的话 您是可以拿掉 这是一个小细节的设计 所以不但结合了它的功能 也结合它的瓦丽的特殊感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把它一个颜色的一个 一个就是 拼接 拼接 对 我们前面用了红色 那后面用了黑色 那这个就是时尚感更加突出 对 而且让比如说我今天不想说穿得那么的艳丽 那我一个拼接就一下子把你的这个张扬度降下来了 又有设计感 又又又比较沉稳 所以这是一个今年的一个 我们丁肯东西设计师比较就是 运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颜色的一个拼接和对撞 以及在一个设计上设计上面 我们很多的运用了一些小细节的一个造型 就是在我们设计过程中要有一个 无论你今天是全身的黑还是全身的白 一定要有细节 同样我们如果说在今天我穿的一身白的套装上面 那给人感觉会很 就是很单一 那我可以加入一些比较有亮专的内搭 或者是我们在配饰上面 可以稍微夸张一点 炫耀一点 当然不要太过 在选择上面 所以呢 这样子就给我们整个一身的这个 穿搭上面加分 也是稍微可以打破一下传统经典黑白 给人家老科版的感觉 第二个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黑白呢 我们各大设计师有那个 就是加入了一个几何元素 那去年2019年 我们在我们有一款那个大衣上面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黑白的几何图案 那一上柜 我们就得到了很多的时尚达人的一个宠爱 非常的漂亮 它既时尚又有设计感 而且非常的显年轻 不需要去更多的去装饰一些 额外的一些配饰来装饰它 所以如何把黑白的穿出这种高级感 其实我觉得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在配饰上面很重要 在你的搭配上面很重要 对吧 你只要记住 当你一身单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点缀 对吧 所以说像Quincy 像我个人最喜欢黑白配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最方便 也显瘦 是 那这样子是不是 我为了打破传统刻板的印象 我应该也要加一点点缀 一点点配件呢 是 今天您这件衣服 就是 其实今天您这件衣服整体如果说没有这个整个一个链条的一个相拼 那会觉得很沉闷 给人感觉特别的就是比较比较古板的一个职业风 那加入了这个黑白这个这个精链 精链 那首先从视觉上面特别的显瘦 第二特别的时尚感 第三然后既低调又不是那种太张扬的策划 对 这件衣服其实你可以 可以适合于我们日常的一个会见客户 比如今天我们的一个直播空间 还有一个其实你在更多的一些 一些链拉玩意啊一些派体啊 你也完全可以去穿上它 所以因为它已经有纪念编的感觉 所以我甚至都可以不需要有任何 不需要有任何项链而还的搭配 是的 是因为已经已经够就是有设计感了 对 所以我们颜色的搭配就是 每一个服装的风格和特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风格和特征 每个人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个个人的风格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服装和颜色的搭配去体现出来 其实这跟个人的一个一个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性格 你在社会上面的你的处于的一个角色有很大的关系 时尚不是让你去改变你自己 而是让你选对颜色来造就你更加完美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 对 怎么样让别人一眼看出来这就是你的风格 对 所以颜色搭配的好与坏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他对服装的一个就是 呃 减少能力的一个高下 就是呃 还是要就是了解自己 嗯 了解时尚 对 所以不是因为说这个现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我们就把颜色穿上身 对 你还要了解它适不适合你自己对不对 对 包括你的自己的身形 是 对 是不是 是是 啊 很专业的建议啊 是的 对 刚才我们是讲大了一个主要的就是一个衣服的一个搭配 呃 如果你配饰搭配好了 是给你的整体的造型再加分 如果搭配不好的话 会给你的整体的造型 拉下了不少的分别 今天就是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要分享的 如何在就是用配饰 搭配住你的形象的一个高级感 现代女性 尤其是时尚的女性 很多的就是离不开 很多的一些配饰 其中耳环就是一个最大的 一个配饰之一 我个人也是有非常非常 收集了非常多的一些耳环 耳环它有比较夸张型的原型 罪行包括各种的一个 一个民族风的一些造型 这些都有很多 那当然我们在选择这些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首先是了解自己 耳环我们要分为 就是一定要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脸型 再去选择 对吧 圆脸一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搭配法则 圆脸带长耳环 长方形长脸 形带就是圆形 就比如我今天 我今天的造型就带了一个圆形的 所以搭配了你的服饰 搭配了我的服饰 整个发型造型 然后还有春夏上面 比较流行的一个细的一个 纤细的一个项链 就给女性的一个精致和一个 就是优雅增加了不少的分 然后还有一个珍珠项链 珍珠项链是一个永久的一个经典的单品之一 所以今年呢就是春夏上面也有很多的 就是一个 就是衣服可以去搭配一个珍珠的项链 对 这显得相对有一点点复古了 是 还有呢就是流行的一个配饰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戒指 环绕的戒指呢 这个就是给时尚的女性 加了不少的分 现在戒指就是各种的造型 不一定当然不一定所有的戒指 我们都是一定要戴某某大牌 或者怎么样 对 其实不妨给爱美的女士们 可以平时的时候 多搜集一些有造型的一些戒指 可以给你今天整体的造型加不少的分 对 我自己个人也收集了很多不同造型 我看到就经常会戴各种的造型的戒指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是是是 还有就是刚才我讲到了 就是我们在今年2020年流行的一些配饰 就是这三个配饰 一个耳环 一个项链 还有一个戒指 当然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我们在配饰与 就是我们今天的穿搭在搭配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切记 我们的配饰不要过多 对 不要那个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配饰都穿在他身上 应该是我们日常的佩戴不要超过三件 OK 对 就像说我在做我的室内设计一样 我一直跟客人都说 Less is more 就是说你越少越简单 其实有时候你想呈现 你想说的话 可以是更丰富的 对 今天如果说你是在穿一身的一个黑的时候 那你戴一个夸张的项链 可能会让项链把你这个整体的造型提到一个亮点 但是今天如果说你穿的衣服已经很有设计感 已经很那个就是颜色各方面都很突出的时候 配饰就传了一个你的整个一个这一身造型的一个辅助 对 不能让它太突兀 就是要轻轻戴过就好 轻轻戴过就好了 对 不能太突兀了 还有一个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配饰 无论是你的耳环也好 还是你的包包也好 还是你的鞋子也好 一定要跟你今天的穿搭的一个全身的一个颜色要get到 OK 最好是跟你的今天一身的主色要去搭配好 对 这样你就永远就是你的整体的形象上面不会出错 Crissey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平常日常的佩戴不要超过三件 是 那这样子我想说通常手表我们是用来看时间的 那它也要考虑当作是配件的一种吗 它应该不属于 不属于 对 所以这样子就变成说我们可以三加一多一件 是 OK OK 我刚才说了其实包包它也不属于是平时的搭配 OK 因为包包是每个人必备的 手表其实也是每一个人每天的就是必备的一个装饰 对 所以呢 但是呢我们在搭配这个的时候 尤其是鞋子和包包在搭配的时候是切记切记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今天整体的造型去搭配它 对 互相之间都需要有关系的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在搭配过程中呢我们女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丝巾的一个搭配 那丝巾呢其实在优雅的女性中尤其是我就觉得就是法国女人和就是欧洲女人 丝巾是一个在她的日常穿搭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品 对 很重要的配件 对 因为丝巾它可以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去运用 比如说它可以跟衬衣去搭配 跟风衣包括跟大衣都可以去搭配 对 如何去把丝巾运用好 在后期我们这个就是下一期的我们直播上面 我们可以专门来为大家呈现这个丝巾的搭配方法 更多的细节跟大家分享 对 同样我给大家建议 比如你今天要出游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多带几分丝巾 因为丝巾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时尚达人的另外一个一个视频的点缀 所以比如说我可以运用到包包去做一个包包的装饰 然后腰带的装饰 头巾的装饰 所以在我们拍照取景的时候都是一个亮点 所以丝巾其实是一种很好收纳很轻巧 但是却可以巧妙多用的一样配饰 这样我出游的时候就不需要带太多太多的衣服 其实我可以用丝巾来做各种的造型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建议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色彩 然后色彩的搭配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配饰的一些搭配 对 那色彩组合成了一个缤纷的世界 同样我们也组成了我们的时尚和生活 所以今天与迪克诺尼一起完整色彩 将色彩放入我们的衣服和我们的日常时尚生活中去 当然时尚的造型也不仅仅是专注于我们的色 同样我们也离不开我们的心和质 对 抓住我们这三点才能更好的我们抓住时尚的规律 轻松的玩转我们的时尚 OK 今天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一次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分享 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一个是流行气势 更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再把流行色和流行气势更好的去穿搭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去 对 非常专业的解析 是 感谢大家与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分享的时间 那后期我们在那个 希望大家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分享互动中去 离品我们蒂可诺伊的那个三八女神节的丰厚奖品 以及周恩提供的一个丰厚奖品来将会在后期然后分享给大家 对我们也会一起共享盛举 然后为女神节的你们 然后提供surprise的礼物 然后让你们就是说更有热忱 也更容易知道说我们这个时尚与家具设计 它之间的细节让你觉得更轻松上手 最后再次祝愿我们所有的女性同胞们 今天的节日快乐 你永远是被宠爱的女神 谢谢 谢谢 谢谢